港鐵去年競賺156億 不過仍然頻頻壞車 現在更加厚面皮到 根據可加可減機制 連續第六年加價 港鐵今年6月起 每加4.3% 高過去年的3.6%之餘 更加是六年來第二高的加幅 每日500萬星斗市民搭港鐵 平均每程就要給多超過3毫子了 用成人巴達通 由沙田過海搭到中環 本來14.5加到15.1 短途一些由調景嶺去旺角 就要給多4毫子 由9.4加到9.8 統計署最新公佈 運輸而明以工資指數 按年升4.9% 連同早前公佈的去年通脹 也上升4.9% 以及預先設定是0.6%的生產力因素 代入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計算 即將通脹百分點除以二 加上運輸業工資指數除以二 再扣減生產力因素 得出港鐵票價可以加4.3% 雖然港府和港鐵前年檢討過 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制 引入封頂安排 規定加幅不能高過去年第四季 家庭月入中位數按年加幅 但統計署資料顯示 去年第四季加幅數字是6.67% 高過港鐵加幅度 所以不會啟動封頂 乘客就需要全數承受票價加幅了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不得 隨便接 view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